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啦 Steam Deck 赔本卖啦 买回去做什么都可以啦 就是PC啊 那我是不是可以在上面玩Xbox Game Pass游戏啊 可以这么说 但不建议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64G改成512G啊 也不是不可以的 那我是不是还可以在上面装Epic商城啊 今天这期视频就是带大家一起看看 Steam Deck 在SteamOS之外还能做些什么 是不是真的像Gpong说的那样 简单和开放两手都要硬 这期也是一个手把手的贴心教学 带你一起解锁Steam Deck硬件的更多潜能 一旦买到 立刻就能用上 好 现在就开始我们的第一个任务 给Steam Deck安装非Steam的游戏商店 首先需要进入Deck的桌面模式 从电源菜单就可以进入 在这个模式下 整个SteamOS和普通的Linux没什么区别 外接显示器和键鼠都正常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安装Steam里没有的App了 比如模拟器 Chrome 再比如Epic商店 安装Epic商店还是比较简单的 直接进入应用商店搜索Heroic Games Launcher 这是一个Linux用的开源游戏启动器 支持启动Epic和GOG的游戏 接下来只需要正常登录和下载 非常简单 而且在桌面模式下 把这个软件添加到Steam的话 进入到掌机模式也可以直接打开 很方便 然后你就可以安装你在E宝那儿免费力的游戏了 之前在Steam Deck深度评测里我说过 Volv利用了自己Steam商店和Deck主机的优势 自己对游戏搞了有点黑科技的优化 Volv让你直接从服务器下载你游戏 需要的缓存来缓解卡顿 但Deck很明显没有为运行Epic游戏做任何优化 所以第一次进入场景的卡顿是少不了的 不过只要能忽略这一点问题 在SteamOS里运行Epic的游戏 大部分时候都和在Steam里一样完美 Proton兼容性层还是很厉害的 第二个任务拆机扩容 在开箱视频里我说过 Steam Deck的三个版本几乎唯一的区别就是容量 64GB的版本只要399美元 性价比爆炸 Gpong说实现这个价格非常肉疼 而最高的512GB要卖到649美元 差了要1600块 可是一块512G的SSD才不到600块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 我自己买回来64GB的版本 如果能自己升级SSD的容量 岂不是就是在薅Gpong的羊毛 还真可以 自己换SSD并且重新安装SteamOS 沿着四周用拆机工具把Deck撬开 拆掉上下两个螺丝 还有一个螺丝 藏在这张银色贴纸的后面 把它拆开就看到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拆下这片铝板 看到SSD插槽了 注意最好把电池也拔掉 按一按电源 确定系统里没有任何残留的电量 再拔SSD 这样比较保险 然后就可以换上我在淘宝买的 ETB的R230 mini SSD 花了800块 这个一般是给Surface用的 Deck也合适 整个过程没有特别多的难度 比给Switch换屏幕容易太多了 接下来就是安装系统 从Steam的官网下载SteamOS的恢复文件 用Rufus软件把一个U盘制作成Linux启动盘 插在Steam Deck上 按住减号键再开机键就可以进入启动菜单 然后选择Reimage Steam Deck 根据指引就能够完成安装啦 看 这就是ETB版本的Steam Deck 整个操作过程也就花了我半个小时 就可以力胜1000块 而且Valve官方还没有ETB的版本 所以只要大家稍微有一点动手能力 就可以把64GB的版本自己拿回来更换SSD 这样最划算 存储也扩展了 商店也安装了 还剩一个任务 也是我在使用过程中最大的遗憾 就是XGPU 为了在Steam Deck上玩 我已经在Steam上买了好多个XGPU里已经免费的游戏 比如极限竞速地平线 Tunic 忍者神龟 所以最后的最后还是免不了想要给Deck 安装Windows 毕竟Deck作为一个开放的PC平台 这也是他最初承诺的一部分 但是实际操作起来陷阱却特别多 首先是暂时不支持双系统 要安装Windows只能把SteamOS整个抹掉 不过Valve说未来会有 要等等了 其次是驱动问题 虽然硬件是PC硬件 但因为零件比较独一无二 驱动需要AMD单独提供 不是每个都很可靠 现在Steam官网提供下载的有 APU驱动 WiFi驱动 SD卡读卡器驱动 和6月中才更新的音频驱动 在此之前 这个耳机插口和扬声器 竟然都不能用 如果这些难题你都不怕 那就可以来安装Windows了 因为我不希望抹掉SteamOS 所以我用了Win2go的安装方式 这是一个Windows一直都有的功能 可以把操作系统安装在一个外置硬盘里 做一个Win2go SSD的方式有很多 随便搜索一下就行了 我用的呢还是Rufus 插上USB 长按音量减号键 同时按下电源键 就可以进入启动菜单 选择外置硬盘 然后跟着说明重新启动就行 安装Windows的时候 屏幕是竖过来的 说明Deck用的是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平板屏幕 很有意思 安装好Windows以后 依次安装之前下载的所有驱动 默认状态下触屏和触控板 都可以直接用来操纵鼠标 整个Steam手柄被识别成了键鼠 B是Escape R是左键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 Windows下的很多应用 都没能识别出Deck自身的手柄 Steam会识别 别的就不行了 所以为了能正常的玩Game Pass的游戏 我还得安装一个GitHub上面找到的 版本号0.0.7 完全没开发完的超小众插件 来实现让Steam 处理Windows全局的手柄输入 不是很理想 折腾了这么一通 省下在Steam上充满游戏的钱 好像也算是勉强值得 但是如果我们横向比较同一个游戏 在两个系统下的表现的话 会发现Deck上面原生Windows游戏 在Windows里的帧数 还不如SteamOS通过Proton兼容层翻译运行的 原因可能是SteamOS的独特优化很有效 也可能是Windows的早期驱动优化不到位 大概率是两者都有 总之在Windows下 SteamDeck无论是游戏性能 还是软件UI的应用性上 都比较让人失望 或许这只是一个工期太紧导致的早期问题 后面会逐步解决 但也或许不会解决了 Valve在完善SteamOS的体验上花了非常大的功夫 他们很可能不会拿出一样的专注度去对待Windows 因为Valve可能根本没有必要去做 做个完整的驱动表现一下诚意就好了 当然也可能是AMD在拖后腿 这些其实我们都不能确定 但我知道在Steam把这些修好之前 我只会用Windows玩一些XGPU的独立小游戏 3A游戏 还是乖乖的在Steam里给这旁送钱吧 在最后我想补充一下我用Deck接近三个月的长期使用感受 SteamDeck作为一个特别重又大的涨机 尤其是因为风孔在家的时候也不需要便携 我其实之前不是很确定 它能不能在Switch和台式机之间找到生存的空间 但果然是可以的 只要不是追求极致影音体验的游戏 Switch是我目前的最优选择 其次就是Deck 我在上面玩了脑行员2 TUNIC 奥博拉丁的回归 和最近的V Rising 并且之后也会在上面补一些之前Steam席加1 但懒得玩的游戏 就是得出了一个结论 哪怕是不带出门 东西很重 掌机还是更开心的 趴着玩也开心啊 希望大家也能够早点拿到自己的Steam Deck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